你们知道日本人为了让你少吃一碗乌冬面有多拼吗 每次去吃寿喜烧 一顿下来贵就不用说了 每次还只能吃到三片肉 根本就吃不饱 同时说他知道有家店便宜又能吃饱 就是这里 一开始我还有点怀疑 直到我看到了门口的菜单 饭汤乌冬随便吃 那我肯定吃十碗 每个人的座位前都有个小锅 菜单上的寿喜烧也都很便宜 只要一千一 那今天就奢侈一把 那鸡鸡一把 来 阿姨好忙啊 像幼儿园配菜的阿姨 还得掌控火 阿姨说我的肉马上来 让我边打鸡蛋边等一下 鸡蛋都打完了 肉还没来 这面也太小了吧 跟我一起进来的小哥都快吃完了 我的肉还没来 肉看上去还挺多 等阿姨浇上灵魂酱汁 没过多久就能捞出来吃了 将滚烫的肉放入生鸡蛋里冷却一下 肉超级软 就是有点滑 韩景八口饭便便 吃饭好少啊 吃了一口 别的摩鱼丝不说 但这沾碗了生鸡蛋液的摩鱼丝 光看着就要流口水了 摩鱼丝好脆啊 接下来把所有的肉铺到饭上 浇入灵魂生鸡蛋 这肉是不是被糖淹过了 除了甜味 啥都没有 甜的肉还挺像饭 可以随便吃的乌冬也给它放下去 这也太少了吧 乌冬 这才是正常的量嘛 看着乌冬的颜色就知道 阿姨浇的酱汁有多浓郁了 这乌冬已经 把那边的颜色了 非常的有嚼劲 还想要一碗面 还是没有吃了 不好意思 乌冬一个大厂 婴王才发现 猜好喝多慣啦 你为我不要吃 你知道 周冬用几天洗面还要挺 万天籍学的姙手的精 这是啥 里面好像是水 我说怎么那么甜呢 吃到最后才发现 需要自己加水的 要不是汤汁没了 我还能继续吃 离开前别忘了点赞订阅 打开小铃铛哦 打开小铃铛 打开小铃铛 打开小铃铛